尊重他人Respect 你說我們經常都見到這個字 究竟其實這件事為什麼呢? 這個年頭我們當面對一些不知道的事情 我們可以怎樣做 當然是問AI 我問他AI AI這樣回答我 然後他給我選擇 他說可以tell me more 我就問他 如果AI解得明白的話 我還要不需要在那裡說呢? 我想都不用了 但是你說為什麼這麼多人不找我來講呢? 可能因為我額頭鑿著Respect 這個字 好啦 好 其實什麼叫做Respect? 什麼叫做尊重呢? 其實我們說尊敬重視平等相對待的心態和言行 先有心態後有言行 由內至到外的 如果我們說看回西方這個Marslow的Hirarchy of Needs 我們去做Career Theory 講Career Theory的時候 經常都提到我們經常提到最高的那層 自我實現 但是在那個之前 其實我們看到那裡中間 Esteem 講一個尊榮感 當中其實就有Respect of Others 和Respect by Others 這兩樣東西其實是雙負雙成的 我們剛才講了Esteem 這個我們心理上的需要 其實你看到左邊講的是一些自尊的感覺 Self-Respect 右邊講Respect from Others 你說不是哦 Mr. Qua今天講Respect of Others 是不是來了一題呢? 為什麼我們從這裡開始講起呢? 其實正正是因為 若然我們不尊重自己 其實我們很難去理解尊重 也很難得到別人的尊重 如果流行曲歌詞 剛才6D的同學都高歌了幾首歌曲 如果我們看一看其實有一句歌詞 它這樣講 Learning to love yourself is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其實Learning to respect yourself is also the greatest respect of all 在中國文化裡面 其實經常都會見到這個概念 自尊 如何去尊敬 自敬則人敬之 自慢則人萬之 其實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敬 剛才講的是尊重 有時候我們說尊敬 那什麼叫敬呢? 如果你看回 在中文老師面前亂拋輸包的話 其實講的是我們專心去做一件事 如果你在論語裡其中有一節講到修己已敬 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來修養己身 來將它實踐出來的時候 原來講的是那個能力 那個能量是非常之大 剛才講的 人必自重 然後人仲之 我們尊重自己 人家也會尊重我們 那怎樣來推薦到去尊重別人呢? 其實講的是一個相互的關 剛才講過 你想人家怎樣對待你 你先來去怎樣對待別人 那網上很多時候我們都見到這些 有個背景 然後鋪斷字下去 我見到這個也挺有趣 可能無論什麼感情人與人之間 需要的不是互相討好 而是尊重 討好是講的是一個你將自己貶低 來將人家抬高的過程 尊重是講的是我們平等 我們大家對等的相處 你和我各自有值得獲得尊重的地方 不是因為你的能力比我大 你是獅子 我是老鼠 而我去尊重你 而反過來 正正就是 單單因為 除了我們之外 世界上仍然有其他的人 其他的存在 我們重視他那份的存在 尊重裏面可能衍生到很多問題 很多的不同 正正其實我們就是嘗試去尊重大家 不同的地方 和而不同 各有各的喜好 各有各的重視的東西 我們最緊要就是讓大家都能夠表達意見 小時候 大家讀歷史的時候 可能都會讀過著名思想家 福爾泰 其中有朋友來總結了福爾泰的思想 可能大家有時候都聽了 就是我並不認同你說的話 但是我會捍衛你能夠說話的權利 我們不需要完全去認同別人所說的內容 但是第一件事 我們尊重別人有發表意見的機會 其實我們希望達到一個什麼呢 我們如果在儒家思想裡面經常說到 我們希望作為一個人者 人這個字如果拆開它的話 即是兩個人 在兩個人一起走的時候 當中第一樣是相處 另外一樣 其實這個就是人與人相處 中間的一個核心價值 下方說到黑己福禮 就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要節約自己的私欲 讓你做出來的事合乎禮 你說人者又關於這什麼事 其實我們在說 如果你看到裡面當中 有三個提示連著注釋 就是說 居處公,執事敬,與人忠 日常生活,起居,要公謹 做事要敬神,對人要忠誠 是在說代人、攝物裡面 我們需要有的一些態度 無論你去到什麼境況 就算去到一些蠻疑的地方 就算人家蠻不講理 我們仍然去表達這一種的尊重 人人都希望得到別人尊重 而也只有尊重他人 才能夠贏得他人的尊重 一個相互的過程 尊重他人是一種美德 是一種由內在修養 發出來的外在表現 兩樣東西同時並存 很多時候可能我們會覺得 其實會不會都可以辦一下 我們在說的是由心而發 其實這也正正就是 順等聯誼總會辦學的宗旨 你看到第一段句就講到 我們要瑜伽人愛精神來去辦學 第三點我們培養學生 成為有高尚情操的市民 即是你們 特別想鼓勵中六 今天最後一天在這裏周會的同學 我們成為一個人者 在我們學校裏面 其實大家手冊裏面都有這張 很色彩豐富的一張圖表 來提醒我們尊重他人 還有其實這件事也正正是回應著 我們學校的核心價值 尊重、禮貌、Respect這件事 那你說在學校裏面 我們怎樣可以去實踐這個尊重呢 你說在家庭裏面很多時候 孔子學說裏面 儒家的學說到就是校體 講的是校敬父母 來到去輕有弟公 那學校裏面可以怎樣做呢 第一件事 其實當大家努力 我們在講尊敬不同的事情 當大家努力去讀書的時候 亦都是對於父母一個的校的表現 另外一樣 在學校裏面 我們有我們的老師 我們可以尊敬他們 我們有我們的同學 我們可以跟他們以禮相待 那這裏都和大家分享十個小秘訣 都是上網找回來 我覺得都不難的 我們一齊來看看我們沒有方法 在日常生活裏面實踐 亦都可能作為大家同學 去投選這個五月之星的時候 我們有少許的參考 十樣東西 好,好快數一次 一,代人以成 第二,代人以禮 第三,用心聆聽 第四,善思而行 第五,用心代人 第六,不要論斷別人說三到四 第七,我們代人接物的時候 我們尊重別人的個人空間 和別人擁有的物品 我們接納別人 每個人都有他獨特的地方 第九,我們當感受到不被尊重的時候 我們都嘗試來去勇敢 和別人說出我們的感受 我們說相互尊重 我們被尊重 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十,我們願意去勇於認錯 錯而能改 當我們能夠做到這樣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情真是好型的 那有什麼不型呢 就正正是反過來 剛才說 如果我們和別人相處裏面的時候 我們可能因為我們有幾個私慾 我們將一些我們的快樂 建在別人的痛苦身上 可能導致一些欺凌的事件發生 這件事就不型了 欺凌不型 做朋友,不要欺凌 我們嘗試尊重別人 我們嘗試去重視每一個人的存在 你想別人怎麼對你 你就怎麼去對別人 我們一起去建立一個和平有愛的校園 最後用兩個的引言來結束 專門科學家奧因斯坦曾經這樣說過 他說我對每一個人說話的方法都一樣 不論那個是一個清潔工人 還是大學的校長 這個企業家布蘭森 他的說法更加簡單 尊重就是怎樣對待每一個人 對待自己,對待別人 我們予以尊重 這個就是對每一個人最大的尊重 好,多謝大家